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好神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邱健豪 今天是不是想反弹了 被我说中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这里 今天开高 然后一路先杀盘 他该开高是先杀盘对不对 杀到盘下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盘又要跌了 当下很多人这样想 可是你当下你忘记了 我昨天怎么跟你解盘的 你还记得吗 我昨天说这个盘等待反弹对不对 所以今天开高先杀 我跟你讲你不用怕啊 你在怕什么 我跟你讲我今天只做一个动作 我等一下告诉你 我今天只做一个动作而已 你注意看哦 今天开高先走低对不对 这一段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在卖股票 这个盘就是要让你下出场的 他就要让你出场 你懂吗 这个盘就是要让你出场 你不出场他不拉啦 我讲白点就这样啊 这个盘就是要让你出场 所以你注意看我们看K线 像昨天你注意看哦 这两根长黑有没有 这一根跌400多嘛 这根跌300多嘛 你看哦都有亮 你发觉都有亮 杀的时候都有亮 反弹都没亮 因为反弹的时候你不肯卖 所以他一定要用沙盘让你卖 这样你懂吗 真的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很多股票 像我昨天说的 我说很多股票哦 这个盘弹上来跟你没关系哦 真的你会发觉很多股票 我们看这里哦 你注意看哦 我举几单股票 你注意看哦 那我们看这一档 如果你马上这一档怎么办 这档是谁 2383台光电 我跟你讲很多人有 这根量就知道了 很多人有这一档哦 套牢怎么办 来再来看哦 有一些股票哦 你会发觉说 我有这些股票该怎么办 老师 来这一根长黑 等于说今天的反弹跟你无关 跟你无关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两只哦 你再注意看哦 刚刚是2383嘛 2312 这很多人有耶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哦 就是涨一天 它有可能就没行情了 所以我跟你讲 股主力一直在不断不断的在换股 所以这里操作难度很高 是高在这里 你不知道它换什么股票 你不知道资金转向哪里 你不知道 所以你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钻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你不知道选股该怎么选 我们再来看一只哦 这只是3037的星星 昨天不是很强 昨天大盘跌哦 昨天大盘是没有跌啊 昨天是小涨对不对 昨天小涨嘛 今天呢 今天呢 你注意看 今天怎么办 今天是这样变的 大盘涨他在杀 所以等于说什么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 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讲 我说你赶快来问我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赶快来问我 因为我开放 我这里开放给你问 这是liet 我跟你讲 你们有股票问题的都可以问 都可以来这里问我 来这里问我 但是记得哦 这里要输入正确哦 如果你不会扫描的 这里你加入 你就会输入小老鼠 451VQTAY 好不好 VQTAY 来这个小老鼠要记得加 如果没有可能是诈骗 好不好可能是诈骗 来再来注意看哦 美股盘后 微软Visa认证静阳 所以你看台积电ADR跌2.7% 对不对 可是你注意看哦 台积电今天很强啊 台积电今天很强啊 他今天变涨的耶 昨天ADR不是跌2点多%吗 他是涨的哦 我跟你讲 今天连定更强 昨天法说 今天涨停板了 他今天涨停板了 所以等于说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两支 好公司你根本不用担心 大盘反弹 他们是领先要角 可是如果说 你手上是这些股票 就像我刚刚举例的 2383 我说你怎么办啊 你手中 你现在报这一档 你该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出啊 老师 我说赶快来问我 如果你手中这些股票 你该怎么办 还有 昨天涨的 你喜欢去追涨的 你喜欢去追涨的 昨天涨的股票 你去追 今天受伤了 你又该怎么办 所以你手上不应该有那些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就是那种一日行情 我跟你讲 现在的行情真的是一日行情 我只能这样说 这个盘难做难在 他一日行情就结束了 他后面不会有行情了 你会看这一支星星 接下来可能这样破底 他接下来可能这样破底 怎么办 我说如果你有手中有这些股票了 你只能来问我 其他人帮不了你 我说真的 其他分析师帮不了你 我直接丢这一句话 真的他们帮不了你 可能是他们带你追的 他带你追的 你还去问他 你不是自打嘴巴吗 好不好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说他害你套牢 你来来来 你还来问我 我害你套牢 我昨天我昨天带你追高了 你还来问我 他自己砸到没修 你听有没有 你注意看 所以我跟你讲 昨天 三大指数是涨跌互渐 你注意看 连盘前的新闻 这是盘前新闻 他都跟你说 叫你保守 你看 你注意看 他说什么 大盘空军笼罩反弹不易 可是今天确实反弹 所以这个盘不是听他的 是听我的 是我昨天跟你说这个盘会反弹的 记得吗 这盘是会反弹的 来再来 我说这个盘我给你解 接下来这个盘 反弹今天反弹之后 后续怎么看 你怎么想的 我问你 你今天是不是反弹 你不敢追了 有没有 昨天杀的时候 你拼命砍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反弹呢 我等一下来跟你解 你注意看 我说我这一天 我跟你说 这里有风险 记得吗 我说这里有风险 我说明天如果回党 一样找股票买就对了 因为这里还是多头 来你看真的回党了 我说这个就是被我说中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的风险 往往都会发生 真的我跟你 你看最近的盘 我相信全市场没有一个比我准的 最近的盘 谁跟你分析的最准 我问你 你票选最准第一名的 我跟你讲肯定是我 没有人敢在跟你前一天跟你预告风险 因为他们都要做生意 他们都是要做生意 你懂吗 来你注意看 这里 很多人跟你说他们是看涨追涨 还有一种就是死多头 他整天就喊多就对了 有那种人 不然就是整天喊空 那个叫死空头 不是死多 这市场我跟你讲 充斥的不是死多就是死空 只有这两种人 但是你很难看到像我第三种人 我是风险会带你避开 获利会带你把握的分析师 我说这个才叫分析师 你要懂得预告明天 你要分析明天 还是分析过去给你听 你到底你要听哪一种 我问你 你想听什么样的老师的节目 你想跟什么样的老师 我说这一切取决于你 但是你看 我每次风险发生之前 我都会跟你预告 你记得吗 这一天我为什么要把股票清光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会有风险 这样你懂吗 再看一次 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我要把股票清光 因为隔天有风险 就像最近这个盘 我一直不买股票 为什么 最近的盘就是一路跌的行情 我为什么要买股票 因为我看得懂行情 我看得懂未来 我知道未来他会怎么走 这个叫看得见未来 你如果看不见 你只能看我节目 我说你该怎么办 你手中的那些其他的股票 不是我的股票 你该怎么办 我问你你该怎么办 我说你没有我的讯息 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真的 来这里 开始反弹 这一天 我再跟你预告风险 你记得吗 创短高 我说什么 量能有问题 不然我这里 怎么会写能难不足 这里创短高 为什么我会写能难不足 这个量 为什么 因为隔天有风险啊 这样你懂吗 你要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要表达风险给你听 我不能说的太明 不然会被请去喝咖啡 真的 我没有骗你 那你注意看 接下来反弹对不对 再来呢 这一天 我极度强烈跟你预告风险 你看这里 这里是4月6号 15点3点半的时候 3点半你注意看 我说什么 我说17500不要跌破 隔天 我是在跟你预测隔天 所以我说你有我的liet重不重要 我跟你讲 你不加入会员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有我的liet 你一定要加入 因为如果有加入我liet 你才会觉得安心 你才会觉得有老师的讯息 是很安心的 是很幸福的 你注意看 我说什么 我说明天的关键点在于 17500不能开盘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会有风险发生 来 九国币我说中了 17500开盘跌破了 怎么办 这里发生风险了 我说你满收股票该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问你 你记得吗 我在上礼拜 我一直说 这个盘存在一种问题 就是你没信心 但是你却满收股票 这样这个这样的话 我跟你讲主力为什么不拉 因为拉了你也不会出啊 我干脆用杀的 因为我的目的就要让你出 这样你懂吗 如果我是主力我会这样做 所以有没有被我说中 这个盘是不是一路跌 我连跟你说这个低点 守不守得住都不知道 我那时候还丢这句话给你 你注意看 这里 还没出现更大的风险 对不对 他隔天反弹 来 再来 落入买进去了 再来 再跌对不对 再来你注意看 我还跟你分析 我说 你注意看上面 上面有两条线 一个叫季线 一个叫半年线 即将死亡交叉 我那一天是这样告诉你的 我说这里最大的问题 是你没信心 但是却满手股票 这一点就告诉了你 主力要往下杀 他只有这个动作 你才会出场 你记得吗 来你看一天 一天过去了 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没有人会告诉你风险 他只会天天带你买股票 我说你带你买股票是对的吗 你看不到风险你就不要做了 我说真的全市场所有老师 你看不到风险 你还带你的会员买什么股票 你连风险你都看不到 哪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更大的风险发生了 这里跌了400多点 我说没有人跟你跟你谈风险 全市场只有我一个 他们只会天天带你买说 这里有一只好股票 你赶快来加入我 他只会这样告诉你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会预告你风险 这个才叫分析师 这才叫真正的分析师 你注意看 我说我说的风险发生了 你怎么办 我还跟你说明天会反弹 反弹了 老师怎么那么巧 你说有风险一根藏黑 你说会反弹反弹了 就是这么巧 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巧 这盘就是这么乖 我叫他摇尾巴 他就摇尾巴 真的这么乖 你看喔 反弹了对不对 再来呢 我说这里 这是昨天嘛 今天28号嘛 我说即将反弹 我说短线近带反弹 这个盘要涨 为什么 你注意看啊 你注意看 我跟你分析 因为这两根 这两根K线 你注意看 一根跌下来出量 第二根跌下来再出量 这两根不知道杀了多少亿的那个农资啊 这两这两支喔 这两支有杀伤力喔 所以为什么短线要反弹 你记得吗 我昨天跟你说 我怎么我怎么跟你解盘了 我说这里乖离过大 这里乖离过大 对不对 乖离过大不打紧 这里还出现两根量 等于说什么 你们短线 你们这里出场 你选择在跌的时候 你害怕你出场 这里就是要反弹 因为阻力把你吓出场 他才好拉 这样你懂吗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喔 你不要听不懂 我再说一次 我说为什么阻力要让你出场 他才拉 因为如果我直接拉的话 你们的卖压太大了 我拉不动啊 这样你懂吗 所以为什么要把你杀出场之后 我再拉 因为这样会轻松很多啊 这样你听得懂吗 来你听好喔 我说反弹格局持续 为什么 因为这里涨 你没有追回来 你听不懂吗 把你杀出场之后 往上拉 他比较轻松 对不对 拉的时候 你不进来 那我就要继续拉 这样你懂吗 你有没有听懂主力的思维 这个叫主力思维 如果你听得懂 你会跟我一样看见未来 来我说你跟我的差别 就是在于你看不看见未来 如果你看了见这个盘 你会很清楚知道 接下来这个盘反弹持续 可是你手中还是有一堆股票 反弹持续喔 但是你的股票不会涨 就像我刚刚跟你谈的 我说你手中有这些股票 你该怎么办 我问你啊 你该怎么办 你手中有这些股票 你该怎么办 你今天手中有其他好的股票 还好喔 你手中今天有年电 还不错喔 你手中今天有台积电 还不错喔 但是你手中如果金宝 如果台光电 如果星星你昨天去追高的 我问你你该怎么办 你现在头脑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你该怎么办了 我说你有问题了 赶快来问我 我来开放你问问题 好不好问股票 我开放你问股票 来我说请带好我的讯息 这个盘我跟你讲 你只能带着我的讯息 不然你有其他老师讯息 你都没有用 这个盘没有人解的比我还细 比我解的还清楚 我解的这个叫透彻 我说真的 我说没有人用心里面在跟你解盘的吧 全市场好像除了我 没有人用这样在跟你解盘的 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反而持续 这个盘他拉的时候 你不进来 他就会继续拉 拉到你哪一天 你的货要出去了 拉到你的成本去 你的货绝对要出去了 他就不拉了 你懂吗 他不会让你解套了 讲白点就是这样 他不会让你解套了 所以这个盘 你要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手他脑袋在想什么 你要很清楚知道主力在想什么 这个叫主力思维啊 你杀的时候 他要让你出场 你出场了他继续拉 他往上拉 你不进来他就继续拉 这样你懂吗 听得懂吗 我讲三次了 来我说你跟我的差别就是在于你看不看能见未来 如果你看不见 我说你只能带好我的讯息 来我说这个盘 接下来我要跟你讲股票 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带你进一定带你出 持股不会超过五档 节目上所有的股票会员所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来我们来谈股票 你注意看哦 盘我跟你解完了 我说会继续涨 好不好 这个盘就这么简单 就会继续涨 因为你没有进来 你今天没进来 所以他会继续拉 但是继续拉的过程 你就要开始担心你的股票 你要担心 你不要觉得这个盘会涨 你的股票都会涨 我刚举三档股票了 我说很多股票这个盘涨 你的股票是不会涨的 这样你懂吗 来我说台办 我怎么做的 我这一天买 这一天出一半 这天买 这一天出一半 再来隔天再买 再加码 这里再出一半 隔天全出 我说这个叫操作了 你的老师能不能办到 我问你你的老师能不能出在这个点 我出在这个点哦 你会说老师 不是我的老师办得到 他怎么办到你知道吗 他在这个点带你追了 我说真的真的很多老师这样做 你看哦 从开盘 一直拉拉拉拉拉到快涨停 他赶快带你追进去 因为搞不好等一下涨停锁住 涨停锁住他健身上好表演 这样你懂吗 所以他这里是带你追 可是你会发现 来台办 我是出在这里 有哪个老师办得到 我问你 哪个老师能带你出在这里 买在这里出在这里哦 我说出的漂亮才叫塞乎啦 会买股票的叫塞亚啦 你懂吗 会卖股票才叫塞乎啦 你懂吗 所以我跟你讲 我能够出在这里 我问你全市场有谁能 有谁能 来我说成功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时间久了你也会致富 再来我把资金转进得尾 对不对 来在这里哦 你注意看我今天只做一个动作 然后很快的跟你解完 你看我说这里我买的 买进之后隔天涨停 再来呢 我这里卖出 这里再买回 这里我冷痛杀出 对不对 然后我把资金转到这里 转到这里之后呢 又继续涨停 我说我们的资金是闲 不是闲 不是闲钱 是一套资金一直不断的运用 你注意看哦 这天涨停对不对 我再把资金抽出来 我今天 我再把得尾买回来 然后我这里当充出场 这里赚十块了 一张赚一万 十张赚十万 这样你会不会算 注意看 9点02分今天 3675得为市价买进一成 这里9点56分 当充出场 等于说这一段我赚十块啊 一张赚一万 十张赚十万 好不好 我觉得够了 来我说拒绝诈骗 所以我说你这里要输入正确 好不好 资深不等于专业 真正的专业是什么 胜率 你一定要认识主力筹码 好不好 你要知道筹码面才是最重要的 筹码面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技术面 真的不是技术面 不是技术面 来我说你来跟我 我给你四大保证 带你进一定带你出 持股不超过五档 节目上介绍的股票 会员手中一定有 绝对不跟主力挂钩 来再来这里 我说你们都要加入这里 接下来我准备 买股票 我说等着你进来了 好不好 等着你进来 我给你四大保证 好不好 今天有一事件的关系 我们节目到这边 最后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